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方自然科学的历史前提 它的历史来历 就是跟资本携手的技术原则 它带来了对自然界的一种新的理解方式 所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 技术不仅是技术 技术本身是一种自然观 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兴起之后的西方人的自然观 就是把自然界当物质世界 用数学公设所形成的科学概念 科学公设 跟科学定理来处理的对象 这跟中国的科学截然不同 在中国的思想 中国的哲学思想形成的中国的文化精神中 产生不了这两样东西 一样东西叫资本 一样东西叫技术 大家一定会疑问 为什么 我们曾经有过的历史教科书 不是写得那么分明吗 在没有西方文化 西方资本 西方技术进入之前的中国 如果一直没有进入 一直没有与西方文化相遇的话 我们也会缓慢地掌握资本主义 据说明末清书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我说这是错误的理解 根据在哪里 我们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 中国古代社会 通常也被称为封建社会 是吧 它其实在性质上 跟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 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根本上不同在哪里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 是个严密的等级社会 等级与等级之间 无法上下流动的 封建社会是土地的等级所有主 贵族拥有土地 比贵族更高的第一等级 教会也拥有大量的土地 土地所有权 土地的等级所有权 是欧洲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 全部问题在于 它的这个等级无法上下流动 中国古代社会呢 确实也有等级的差别 但是等级与等级之间可以流动 客举是一条路 还有一条路 经商 贫困的农民 没有土地 或者只有小块土地 他怎么摆脱自己这个贫困 在中国古代社会 他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 我们比如说 说山西人叫什么 走西口 是吧 什么叫走西口 离开土地的耕作 去经商 这是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 这家庭 这个贫困农民的家庭的后代当中 有一个人很聪明 又勤奋努力 他获得了多数的机会 结果科举考试成功 科举考试一成功 他马上就会变成地主的 立刻拥有土地 他不是从那个 无地的农民 变成有地的地主了吗 往上流动了 这两种流动的可能性 始终在中国古代社会保持着 当然你外出经商可能失败 这不能保证 一定成功 但成功也是会发生的 一旦成功 请问他们干嘛去 回家 自办田产 是不是这样 他由商业又回到土地了 自办田产 这是最根本的一件事 另外他还有钱 让什么 孩子读书 买官是腐败 我们先假定他不存在 那么正常生活 正常的健康的 中国古代社会 他就这样 能够保持一种上下流动 我们都读过 《奴隶外事》这部小说 范进还没中进食 只是中了个举人 就有人送田产给他了 他以前穷得要死 他的账能 很瞧不起他的吧 他账能是个屠夫 狐屠夫 那么看到志祺 这个女婿这么不争气 几十年考试 考不去 一个老童生 你知道吗 老秀才 终于一次考中了 实际上年纪已经不小了 把范进 一考取他就疯了 迷糊起来了 后来怎么办呢 大家急了 好不容易中举了 怎么这个样子 想起来 他平时最怕水 最怕他的藏人 就把他藏人找来 藏人在那里屠宰啊 满手的油啊 跟他的藏人说 你现在只有你 能够让他清醒过来 你打他一个巴掌 这时候的胡图夫不敢打了 他说这是文曲心下犯 我怎么能打 后来想象要救他没办法 鼓着勇气 一个巴掌散过去 果然范进行了 不迷糊了 他的手呢 痛了 看来不蒙确心 是不能打的了 这是小说中的 有趣的情节 但是我们从这个情节当中 就发现中国古代社会 范进只是中了一个举人 就获得天才 因为人们对他的未来看好 就由地主 把一些天才送给他 如果中了近视 更不用说 就做官了 做官们肯定有土地了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 就表明中国古代社会 它虽然也被称为封建社会 不能跟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 划登好 在欧洲 没有无主的土地 土地都有主人 而这个主人是固定的 世代沿袭 这叫世邪制的 贵族 他的后代仍然是贵族 那么欧洲也有商人 欧洲的商人 在商业的领域当中 如果发财了呢 他有很多的货币在口袋里 但是他没办法购买土地 这跟中国不一样 他不能从商人变成贵族 他还是第三等级 所以后来才发生什么 资产阶级革命 推翻贵族 推翻贵族 中国就要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取代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 这种方式是什么 货币 作为一种动产 战胜了不动产 这个土地的权威 这个土地是等级的权威 被战胜了 资本主义就来了 所以中国不可能发生这个情况 不可能出现一种商人 这种第三等级 成为一种独立的人格 他要跟这个贵族战斗 他在精神上 大多数已经接受了 马丁路德的新教 叫清教徒 他们要发财 不是为自己生活改善 白色新教徒都是境遇主义 所以欧洲最初的一批资本家 都是新教徒 他们都可倾可见的 发了财也一样 可倾可倾 但还是要发财 为什么 用他们自己的话的说法 就是为上帝而发财 什么叫为上帝而发财 我发财了 上帝承认我 你有独立的人格 可以跟贵族相抗衡啊 这是资本主义 在欧洲近代诞生的一个精神前提 新教 为了跟贵族相抗衡 就必须在生产的领域里边赢得更多的财富 那么贵族也在衰落之中 这是一 说明资本不可能在中国社会内部自身长成 再来说明技术 技术也不可能在中国文化精神中孕育出来 好 这一讲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讲 我们会继续沿着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请不吝点赞订阅